日前 中共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說 如果提前5天採取隔離措施 感染人數可能只有現在的1 3分之1 該說法引發輿論批評 分析認為這是在幫中共高層 將責任甩給武漢市府 財新網3月8號報導說 中共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的團隊 通過研究模型測試發現 如果湖北的隔離措施推遲5天 中國的疫情規模或超過35萬人 若是提前5天採取隔離措施 感染人數將比現況減少3分之2 臉書專頁說中國發文表示 習近平說他在1月7號就針對疫情下達指令 1月20號共產黨才認真看淡 而武漢是到1月23號才封城 從7號到20號足足有13日 如果提早了13日會減輕多少疫情 北京觀察人士華坡認為 鍾南山如今發布預測 還是在幫中共高層甩鍋 把鍋甩給武漢市政府 指控地方政府防疫不力 致使疫情大爆發 華坡說這也再次凸顯了中央和地方在這次疫情當中的一種博弈核對抗 疫情過後可能還會有人倒臺 中國問題專家張健說 如果疫情初期 中共不打壓8名傳播真相的前線醫生 不竭力去封鎖消息 不謊稱可防可控 不會人傳人 也不會造成如此慘烈的橫禍 如果中共向西方這些國家讓言論自由地探索預言 不會因言獲罪的話 那對於中國控制疫情其實起到了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而恰恰相反的是從疫情的開始隱瞞 一直到現在的這種歌功頌德 讓我們看到你最終喪失的就是人民的性命 新冠病毒疫情已經持續三個多月 如今病毒已經席捲101個國家和地區 在各國忙於應對疫情之際 中共憑藉數據造假和輿論管制 正在讓疫情從大陸消退 而鍾南山作為中共醫學專家 多次錯誤預測拐點的到來 2月27號 他更配合中共拋出疫情 新唐人記者常春 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